每天早餐只花五十元上下 正在就讀研究所的瑞 三餐費用精打細算 一天的餐費 盡量控制在兩百五十元以內 秉持能省則省的原則 但對瑞來說 不代表會降低對生活質量的追求 更看重的是內在本質 消費時注重的是精神上的滿足 例如學習 旅行 閱讀 能提升內在感受的消費活動 比方說聽音樂會 聽演唱會 或者是買書 然後跟朋友出去的短暫的旅遊 這方面的花費 也可以讓自己比較能夠有舒緩 放鬆神情的一些情勢 也會會在自己身上的話 可能是現在很多人會想要去進行的一個方式 如果能夠在現在是把它回饋在自己身上 然後讓自己變得更好的話 你這樣有要去生活嗎 可能年輕人會覺得說他們的薪水怎麼樣都追不上物價 那第二個是世界變動很快 有戰爭 有COVID 他們其實很難掌握未來 比較傾向於就是讓自己可以充分享受當下的快樂 傳達一種理性的消費觀 不再把錢花在商品符號上 精神消費崛起 在中國大陸這種消費新趨勢 逐漸受到年輕人青睞 現在大陸年輕一代的消費者 他們更容易花錢在健康飲食 還有旅行上重視精神層面的消費 減少購買衣服 鞋子包包等物品 並且有超過八成的人今年是不打算買房 陸媒報導 中國大陸年輕人雖然在價格上會精打細算 但很多時候寧願花更多錢也要吃得健康 而選擇旅行學習的比例也大幅超過服飾和美容上 旅遊不想再出遠門 偏愛小眾旅遊景點 並認為與其買房不如把錢投入在閱讀 參加展覽等精神消費上 不僅能拓展事業 也有助於自我成長 現在是房地產已經泡沫化了 他們也不需要那麼急著去買房 既然講說這房子已經不是他這個消費上面首選 尤其是他已經覺得不需要去結婚 也不需要為了下一代去努力的時候 那可能更多的原因是什麼投資在自己 所以說他願意去做一些旅遊 做一些文化上面的享宴上面的一些享受 原因是因為物質的享受 看起來去追求上面也不是那麼可靠了 工作機會的不穩定是年輕人改變消費習慣的主因之一 隨著大陸經濟成長放緩 年輕人是有一點高達到20%以上 因為這種就業薪資收入不穩定的情況 也自然會改變他的一個消費的模式 對他們來講變得很不穩定 他可能也不容易找到工作 現在即便有工作也可能很快就會被裁員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他們的消費自然就會傾向於保守 不會花太多錢的消費 精神層面的消費 年輕人花錢變得更加清醒 對生活質量和精神需求的重視 遠大於物質財富的追求 消費理念更新 重新評估生活意義 將金錢花在更具個人價值的體驗上 TVBS新聞 陳寅仁 黃光瑋 劉彥宣 台北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